大家好,我是惡魔人 我現在所在位置在台北三創生活園區的一樓 那一年一度的野獸國Hot Hoys展又來了 那今年的重點有分三個區域 前面我們已經介紹過星際大戰的部分 那接下來當然就是所謂的Marvel漫威的部分 那漫威今年也有幾部電影 那都非常的受期待或受歡迎 首先就是今年年初 其實前一陣子沒有多久 蜘蛛人返校日Homecoming 那這次蜘蛛人總算回到了復仇者的懷抱之中 那精彩的內容其實還蠻值得一看的 那裡面的幾個 這次蜘蛛人還有他取代Uncle Ben的Uncle Tony 都有12吋的人偶推出 那像這個馬克四十幾 四十幾四七吧 四十七的這個鋼鐵人裝 這一次呢當然也不會例外一定會有推出 這個你可以看到左邊是那個沒有戴帽的 右邊是有戴頭盔的 那另外呢在蜘蛛人的部分呢 蜘蛛人當然他就會有這個非常帥氣的百萬裝束 就是那個Tony Stark Uncle Tony幫他打造的蜘蛛裝 以及呢他自己小屁孩的中二蜘蛛裝 在這一次裡面呢都有非常完整的這個表現 那大家會喜歡哪一個 左邊還是右邊呢 還是一起都收好了 好 那另外呢在下面你可以看到 他還有這個相關很多的配件啊 外套啊 背包啊 鋼鐵人的各種特效零件 手型啊 蜘蛛人的手型啊 可以換替換的眼睛等等 配件上是還蠻完整齊全的 好 再來呢是還是一樣鋼鐵人 鋼鐵人我們知道前面已經出了 這個電影版的設定就有四十幾個嘛 到現在四十七了 所以前面的幾個不同的設定呢 他每一次展覽裡面呢 就會偷偷的又出一個會場限定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是鋼鐵人的這個愛好者 我相信這個像前面這個馬克5 基本上就只要出一支 大概就會收一支吧 好 那再來呢 出一支收一支 其中絕對應該要收的 其實就是我們前面這個 非常霸氣超巨大的 這個浩克毀滅者 那他型號應該是四十三 那 他其實從前年吧 應該兩年多前 就已經只聞樓梯響 一直看不到浩克毀滅者下來 那今年看起來 好像真的就要發售了 應該預計會是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 那定價應該會超過兩萬 不過我相信只要是始終的鋼鐵人 應該都會非常想要擁有 那總之呢 他的價格比較高 那佔的空間也比較大 你可以看到 對照旁邊這個櫃子 你可以看到那個尺寸 真的就是超過兩個鋼鐵人的高度 所以你不但要準備這個壓碎錢 然後留下來 你還要準備一個好的空間來展示它 那另外呢 再來就是這個 史傳奇博士這個之前就已經有亮相過了 那這一次也特別在現場做展覽 好那這一次呢 當然還有一些會場的限定品 值得去追蹤一下 第一個就是我們眼前這個 Ghost Rider 2074的部分 這個是神盾局特工 電視版神盾局特工的造型 那你可以看到它 這一次呢 它是沒有騎車 它是開車 所以當然它不會連車子一起賣你 因為這畢竟比較高價 所以它就只有車子的 只有這個本體的部分 那另外當然它有些配件等等 不過我是覺得它鎖鏈應該可以再多一點 感覺好像 不然你這個市面上自製的鎖鏈應該也可以去 找來做搭配應該蠻有趣的 然後再來呢 它也有這個可愛版的Cose Baby的部分 也是這個火焰的部分 也是特效零件 做得還蠻像一回事的 那今年的第二個電影呢 當然就是這個索爾和 雷神索爾和他的這個工作上的同事 就是這個浩克 那當然那個浩克當然是從漫畫那個 星球浩克這個角鬥士的造型延伸出來 那索爾呢不知道為什麼呢 就總覺得有一種喜感喔 可能是因為那個預告片的給人的那個 視覺技術感太強烈喔 所以它還是很帥啦 就是這種Gladiate 這種角鬥士的造型 然後全身這個上下穿了一些 雖然沒有這個雷神之錘 妙妙的 可是呢 至少它有很多的這個盾牌啊 棒錘啊等等 那他旁邊的夥伴這個 Valocity女武神 那另外呢 凱特布蘭奇所主演這一次的 女性的大反派 這個名后海拉 也是這一次的電影裡面的一大亮點 那他的頭雕真的 做得看起來蠻像一回事 我們稍微有要放大一點點 你看這還做得真的是挺像的喔 這個不得不說喔 這個 這個Harttoys在頭雕上面的功力是真的蠻像蠻厲害的 那這一次當然還有索爾的不是親生的乾弟弟 那個洛基 那另外這個是會場版限定的雷神索爾 它的造型就還蠻特別的 你看到他的手上就有拿雷神之鎚 好,那這是雷神索爾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一些電視版的角色 可能有在發到電視劇的人就會知道 像這個Punisher 復仇...應該叫什麼? 懲罰者 他就帶了蠻大的一把機槍,帥氣 然後另外之前也公布過的這個Dale Devil 這一次也都有在現場做展覽 那總而言之這一次的Marvel的區域 其實當然就是兩大電影跟很多電視劇為主 所以喜歡Marvel的朋友 這次就一定要到現場來實際體驗一下 這個Marvel 今年的全新的作品 好,這一區就先介紹完畢 接下來就來到第三區